好就是今天的新闻调查 在无锡宾湖区与苏州相城区之间的有一座望鱼河大桥 这座桥2009年开工建设 2010年就已经完成了施工 但是这座桥至今也没有起到沟通无锡苏州两地的作用 却给当地的居民出行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这座新建的望鱼河大桥 一端连接无锡市宾湖区硕房镇 另一端连接着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 是两个地级市之间的重要交通通道 大桥连同两端的连接线在内一共全场2.27公里 投资5200多万元 我们这条路是09年开工建设 10年的12月31号通过了交工验收并且通车 按理说大桥既然已经正式建成并交付使用 那么当地居民和外地车辆就完全可以通行了 但是记者昨天在这座大桥上采访时看到 桥的两端都被大型的石墩封闭了起来 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 望云和大桥既然已经建成 为什么不通车呢 无计市公路处解释说 他们这端没有问题 早就通车了 而苏州市相城区交通局介绍 望云和大桥在苏州境内的连接线计划 要通过新建的312国道延伸段 但是312国道延伸段到目前为止 只有东段正在建设 西段还在规划当中 尚未开工 因此如果大桥开通投入运营 相城区境内的其他道路将不堪重负 出现重大安全隐患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 一旦望云和大桥通车 连通无锡苏州的312国道收费站 将受到影响 现有的那个312国道 整个都是有一个收费站 我们这里已经建设完成的这个段落 就是没有设置收费站 社会车辆在进行选择道路行驶当中 估计会分析大部分车辆会从我们的收费站 连接这条线路来进行运输 该局还表示 在规划制作大桥的时候 无锡方面处于自身城市交通的需要 迫切需要建设 而苏州方面根据规划属于被动配合 两次之间的规划存在时间差 这也是大桥建设后迟迟不能通车的原因之一 从那个建设时序上来讲 无锡的它那个建设时序比我们快 它那个使用的要求也比我们迫切一点 我们在他们动手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动手 那么我们是不太迫切 也就是说我们这座桥建的还是比较提前的 但局长说 根据目前的规划 望于和在苏州境内最终要连接到 新建的312国道延伸线 而现在这段线路还在规划之中 建设周期至少三年以上 也就是说这座桥要开通 最早也要得到2015年了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报道 一座大桥群众期盼了很多年 好不容易盼到桥建成了 却由于苏州无锡两市没有协调好 还要再等上三五年才能够开通 这样的怪事 别说当地老百姓不理解 我们也不能够理解 我们也希望这两个城市的结合部位的工程 一定要坚持协调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